大家好,我是下妈 今天我们在家做鸡米花 自制糠粉 非常简单,无油做法 外加你嫩,香脆可口 准备两块鸡胸肉 清洗干净,切成长条 改刀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备用 半个洋葱切成丝 最后再切一些姜丝备用 一起加进去 挤入柠檬汁 去腥 生抽 盐 调味 再撒一些黑胡椒粒 白胡椒粉 加入两个鸡蛋 50毫升的纯牛奶 一勺蜂蜜 搅拌均匀 还可以加入两勺淀粉进去 更细嫩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腌渍12个小时 家里剩下的冷馒头 准备两个 撕去外皮 对半切开 切成小块 放入平底锅中 开小火炒干水分 炒至脱水 用手搓粉 这样我们的白糠粉就做好了 两块钱一大盆 这样可以不用去买面包糠了 经过腌制 鸡胸肉非常入味 肉质鲜嫩 拿出一块 直接裹上糠粉 多滚几圈 沾满 这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依次放入烤网中 今天我用的是空气炸锅 提前190度 预热5分钟 设定190度 烤25-30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鸡米花就烤好了 打开盖子 超级香 无油做法 吃起来负担不大 外面的糠粉 烤得香脆 里面的肉质 保持鲜嫩 一点也不柴 搭配番茄酱 超级好吃 一口一个 根本停不下来 想吃的话呢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